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人行必有我是 今天又请到两位 陈佩尔陈老师你好 你好 然后资深编剧 然后初级的监制 我们的赖昌明赖老师 赖老师你好 你好 我们今天谈到 想要谈一些编剧跟导演的一些互动 你身为编剧的时候 你会和导演的那种首次沟通 会涉及哪一些内容 OK 编剧跟导演需要一起沟通 都是为了要写出一个剧本 通常导演是已经有了一个剧本 还是有了一个故事才找你谈 不一定 不一定 有很多种方式 他情况会有各种各样情况 然后导演有各种各样的导演 编剧有各种各样的编剧 其实重要的就是说 你幸运的话 你就忽然间两个可以click的人在一起 然后同一个channel 然后你就这是一个很幸运 抽到幸运奖的那种 大概这种情况 你遇到过多少% 还是有的 在我的工作的过程 至少有一半 一半以上 但是你说100% 100%其实还蛮少的 真的 100% 但是能够好好的合作 完成整个作品 这个已经 我觉得就是一种圆满了 然后当然 那种灾难性的合作 就 很多吗 也是有的 也是有 也是常遇到的 但是你灾难性的话 它的结果 会比预期来得好一点吗 还是真的是不能 不能上台面的那种 有一些是可能开头的时候 你还没有 你还在磨合 所以可能那个灾难 可以因为你们的磨合而解掉 那就变成一种顺利的合作 但是有些时候 那个灾难真的会让整个东西 是完全是怎么说 轴偏 它的出来效果 做不到你预期的一半 一半 这很严重 对 因为很多时候 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你到导演找到编剧进来 两个人在谈这个过程中 幸运的话 你们是不赶着要拍 然后如果你很多时候 都是有定了一个时间要拍 你只有多少时间 然后这个时间 如果都是能够完全 你把把线用在创作方面 当然是就是会产生一个更好的效果 但是很不幸 有些时候你会 这些时间是用来浪费 在两个人的磨合 沟通 沟通方面 所以你就削弱了你的 真的用在创作方面的时间 所以这个肯定效果是不会好的 所以我常常就说 很多时候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我觉得 你在这个行业里面 要多一点跟这个行业的人互动 你平时就编剧跟导演 大家就先认识 先聊天 先喝酒 先去吹水 什么 大家都已经理解了 我们才来合作 是最理想的 这样我们审确了 那个磨合的过程 然后我们也理解 对方可以提供到 什么样的帮助 怎样的配合 然后我们就 让这个成本减低 时间成本 这个精神成本减低 但是有时也会遇到一些 跟自己 可以说是三观不合的 好像没什么东西 谈的那怎么办 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OK 并不是每一个导演 都在对剧本 这方面很强 那我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本来你导演 就不是编剧 导演最重要的是 要懂得用人 然后你要懂得去领导 然后你要懂得 用画面讲故事 然后我们在做 剧本的创作的时候 其实是在画一个蓝图而已 剧本是一个工具书 就像建房子 你要画一张图 是 它不是最后的成品 你最后的目的是 要拍成一部电影 所以导演知道 你在什么位置 对不对 对 所以你现在 在画图的过程中 你需要一个编剧 来跟你去完成这件事情 因为不是每个导演 都是可以用文笔 来表达自己的 它最重要是懂得 用画面影像来讲故事 对 另外一个角度 来谈这件事情就是 因为你在拍一个电影 导演应该是最忙的 你不是你所有你懂的 就算你是一个 很会写的人 你会对美术很好 你懂得做美术 总不能在你当导演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自己做 会忙死 然后你的focus就跑掉了 你的人文精力有限的 你消耗掉在一些 可以交给别人做的事情 就交给别人做 你没有办法交给别人的事情 你就要集中精神去做 但是你作为一个导演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你要懂得跟人家合作 对 这个非常合作 那个台湾资深的知名的一个监制 叶如芬说了一句话 我非常认同 他说创意是第二而已 要怎么懂得跟人家合作 是排第一 如果你要当我一个好的导演的话 合作的意思算是teamwork 对 本来你就是一个teamwork 就是电影 拍电影什么 我们这个行业 其实是一个团队的环境 对 也要懂得怎么分配工作 有时导演自己脾气不好 然后很难去合作 就好像香港一个导演 我也是在采访看到的 就是好像那部跟金城武合作 那导演应该是拍僵尸的那个导演 麦俊龙吗 他好像因为那部电影 就好像拖了四五年 他还没有去完成 就那部风铃火山 对 蛮期待的一部电影 但是不晓得里面发生什么事 是 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导演跟演员 有一些合作不来的东西之类的 这些没有办法 因为也不清楚 因为那个是我们都看媒体在报道 不晓得什么事情 不过你说脾气坏的导演 杜琪峰这句出名 但是他坏的有道理 其实是的 其实是因为他专业 他很清楚自己做什么 然后你配合不到他 他会很生气 对 因为他自己也是编剧开始的 没有杜琪峰不是编剧 他是从导演开始 他以前在 他是无线出来的 他拍电视剧 电视剧 忘了 后来就拍电影 王家卫是 是王家卫 对 弄错了 不好意思 然后 在与导演合作的时候 总会遇到一些分歧 然后你会怎样解决这些分歧 肯定是有分歧的 肯定是有分歧 你自己的思路吗 我首先 我个人 我的观念是这样子 我觉得 编剧是来辅助导演 去完成电影 这件事情 所以你永远是老二 你要很清楚这件事情 OK 可是剧本这个东西形成 它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导演的概念 他来找你来完成 那你当然是要去帮助他 以他作为标准 就是他的决定 你要去帮他 去完成这些事情 很多时候都是 让他来决定 OK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是一个编剧 我有一个很好的概念 我已经把它写成 一个成熟的剧本 那个导演看他很喜欢 然后他就会说 要拍这个剧本 然后这个情况之下 我就觉得说 编剧有权力说 我要不要妥协 如果你要改我什么东西 我就要妥协 然后另外一个观念 就是很重要 我觉得剧本是 永远是拿来改的 剧本永远是要拿来改的 对 你专业的一些 不断的去思考 反复思考 反复的修改 它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它需要经过很多次的 一些沉淀思考 筛选 你才会做出一个 比较精良的剧本 这是那个原理 然后当然前提 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 你改的时候 你为什么而改 你为了谁的意见而改 你要很懂的 要不然你就 谁讲什么 你就乱改 那你到最后 整个东西 不是乱七八糟吗 对不对 然后 而且谁的意见 你要听 作为编剧 你要分清楚这些事情 导演 去领导 整个电影 所以 你要 作为编剧 就要很努力的去 理解导演 想要什么 当然有时候 你遇到一个 真的没有办法 你真的不知道 他想要什么 你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OK 那 有时候新编剧 自己 在当年 比较年轻的时候 也常遇到这些问题 到底他想要什么东西 可是我觉得你做到了一个 如果你是个资深的话 你应该这个问题 不会太大 因为你 作为编剧 你应该会很 比较会 容易去 动悉 人性 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到一个人 你大概知道 跟他聊了之后 就算聊时间长短而已 你聊过了 你大概知道 对方是要什么 这样一个人 反而是 反而是 聊过了之后 我发现 原来他要的是这种 那 反而 我就会考虑说 我做的到给你 你明白吗 如果真的做不到 我就会选择退出了 那这种东西 我真的 我没有办法 我知道你要有什么 但是我没有办法做给你 所以我说 不如你找一个 这样子的编剧来帮你 它就可能会 比较好一点 这样子 你这样子的磨练 到底是用多长时间 去磨练成 会有这种 头破血流 四个字 你就懂了 过后你就懂了 经验的累积 你觉得以前 从你开始 十多岁 二十岁的时候 进入这一行业 累积的所有的经验 经历过这么多公司 这么多群体 这一个有 对你目前 或者之前 开始写作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 很大的帮助 去动视人心 去了解人家 要求的是什么 这是绝对的 其实我一直在想 我为什么喜欢 这个工作 虽然我现在也转去做监制 监制 我以前在入行的时候 也重去误作辅导 做了一大堆的 我其实 真正你再问回我 我还是喜欢当编剧 所以我后来 有中间的二十多年 我是很专注的 只是在写剧本的 我喜欢这个工作 其实最好 我觉得最好玩 就是说 人家说 亦工作于娱乐 或者亦娱乐于工作 我其实这种情况 就发生在我身上 因为我是很好奇 对人很好奇 我从小就对人很好奇 我对这个人的个性 跟那个人不一样 这个人这样子想东西 那个人会这样子想东西 然后同一件事情 一句话讲出来 为什么两个人 反应不一样的 为什么他会觉得无所谓 为什么他这么小气 这样子这一些东西 我从小就对这个事情 很有兴趣 然后结果 他变成我的职业 然后我就本来 就在关注这件事情了 我的工作就很需要 这个点 所以写剧本很多时候 你就在写人 你每个故事都在写人 就算你写那些animation 写动物 其实也当做人来写 就是你要动性人性 本来就是编剧 需要的一个能力来的 那有时你跟朋友聚会聊天 你了解到他 这个人的个性 你会突然间 想要写下来 他的人物个性 人物小传之类的吗 会有收集这种东西吗 我不会这么的 其实听起来有点戏剧化 什么你听到马上拿笔 才写 有一点dramatic 有一种 其实他当然写下来 是一定写在脑里面 然后我 其实我也发现一个道理 有一些东西 你当下你觉得很重要 可是有一段时间 它就消失了 那其实他有 他不是这么重要 如果他会消失 但是有一些东西 留在你脑里 三十年都不走的 他还是在你脑 这个东西是真的 是你觉得重要的东西 你觉得深刻的东西 所以我偶尔也会写 我会做笔记 什么这样子 有时候做了笔记之后 是因为帮助 尤其现在年纪大了 你又写了下来 经过了一些消化 这样子 你比较容易记住 到最后 我很少去翻笔记本 写完了 我就丢在那边 很多时候 我都在训练 我自己用脑来记 这个我觉得没有办法 你什么事情 都去翻笔记 不可能 你的脑子还是要很强 才是可以 我觉得你对于这种 你的这种习惯 有没有想过 要出一本书写下来 我觉得很有趣 OK 那如果真的要出书的话 其实就变成 要有另外一种能力 就是你要把你 这一些东西 组织起来 是 我其实还没有 真正去为自己 组织过这一方面的 那些东西 因为时间都花在 为我的剧本 去想东西 所以很多时候 像我自己家人也好 其实这么多年来 其实他们都不知道 一个编剧到底在干嘛 做什么 看你好像什么时候 人家在工作忙的时候 你好像可以这里去 那里去这样子 然后你每天 到底是在做什么 这样子 然后其实很多时候 编剧 甚至行内人 也不见得理解 编剧在做什么 如果你是做 production 还是做后制 你其实不知道编剧 因为编剧是整天 神龙见首 不见尾的 对不对 所以编剧其实最多的时候 就在想东西 然后第二就是 一直在沟通 一直在跟导演谈话 我觉得导演也是这样子 就一直在想东西 导演更辛苦 导演还要跟很多人谈话 每个不同的部门 能谈话 我们编剧 只要跟导演谈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导演是要跟 很多不同部门 而且谈的东西 都是不同的专业 所以导演其实是 很吃力的一件工作 是 那你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监制 那你工作量 是不是更大的提高 其实是的 监制的那种辛苦 其实是 跟导演不相上下 其实是的 因为 OK 导演你现在就把你的工作 分给不同的部门 然后你自己还有辅导 有必要的时候 还要一个助理 来分担掉这么多所所 所以这些工作 是 监制你的工作 就分担给导演 去执行整个product 出来 整个产品 OK 可是监制 你还要再管融资 是 非常麻烦 OK 然后你要管整个戏 后来的发行 整个宣传 宣传 宣传完了 上了验线一轮之后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的那种 那种 其实真的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然后 但是通常监制那一边的团队 那你只能说 Marketing也是属于监制 旗下的一个 要管的一个团队 所以你还是要分 下去给别人做 是 分散 分散自己的 但是你想 你还是要很多东西 所以很多时候 你又真正当挂名编 监制跟导演的话 那肯定监制的部分 你很多人跟你分担 很多工作 你不可能想一个脑子 想这么多事情 太吃力了 人的那个是有个极限 那监制通常对钱比较敏感 基本上导演也应该对钱敏感 要不然监制就很惨了 OK 基本上是导演 心里要有个谱 你总不能完全没有节制 然后监制就真的要很 对这件事情很敏感 然后你要在适当的时候 去跟导演做沟通 因为创作是一件事情 实际上钱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没有钱什么都不是 然后你的钱要用在对的地方 你要帮助导演去 让他用在对的地方 钱都很多没有用的 你画在错的地方 你明白我意思吗 这些东西都要看 那你比较多监制的电视剧比较多 还是电影比较多 没有 我还是一个蛮算之前的一个监制 我其实自己监制的作品 其实也不多 我只是有一部电影 两部电影 两部电影 一个纪录片 一个电视剧 所以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 OK 那因为我对一些事情比较好奇 就是做电影是怎么赚钱 做电视剧又是怎么赚钱 它的方式大概是怎样去 OK 如果很先粗略的这样讲 电影你是靠院线 是 靠票房 它是比较不稳定的 它不100%的 电视就通常你会跟电视台谈好 你有一个client 你已经讲好了 所以它的风险是在你执行的过程中 你不能out 跑掉那个budget 不能爆那个budget 所以基本上你会比较稳一点 你东西做了出来 然后电视台已经是你最后的 它就付钱了 OK 但是你拍电影 你最后付钱的是观众 也一个个就收回来 所以电视有电视的局限 你就只有几个电视台 但是电影 你就整个国家 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对象 你要销售的对象 你说怎么赚钱 就是简单的来讲 当一部戏大受欢迎的时候 你做到了 你要做到了 你打动到人 他就赚钱 打动到人 就能赚钱 吸引到人 就赚钱 OK 从这个点上面 以前吸引观众是比较容易的 OK 然后现在你要吸引观众 其实是难度高很多的 因为现在观众的 他越来越个人 一个喜好 他不一定要跟着他 把父母 他身边的朋友 他有个人的喜好 以前的观众 我们先讲电影 以前是 一个人觉得好看 全家就去看了 那个电影 或者是 左林医师听到你们看了 我也去看了 现在没有这种事情 很难 很难 OK 然后电视也是 你没有太多选择的时候 大家就全家人 在那边一起看 追那个电视剧 现在没有的 现在老人家看的是 老人家电视剧 年轻是看年轻人的 电视剧 对不对 有时 因为我之前剪了 几部电视剧 因为电视剧是 电视台发钱出来 然后电视台 要再分散风险的话 就要去找一个 广告商 Client 所以那个广告商 有时会 加入他很多 products在 你的电视剧里面 然后我们又要去 迎合那个 products出来 然后我在剪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 很不舒服 因为 我到底是在拍电视剧 在电视剧 也在剪广告 很模糊 然后 因为我也不觉得 观众会喜欢 看这样子 这么直接的一个广告 在电视剧上 我是觉得说 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商品 就是不管你拍一个 艺术片 也是要钱 但你还是有 商业运作在里面的 所以钱还是很重要 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 无可厚非 你有多一点 sponsor进来 肯定你的资源 是多了 OK 然后至于你产生 你自己感受的 那种不舒服的问题 其实我是觉得说 有没有 好好的去沟通 有没有好想清楚 去做这件事情 有没有 有创意地 去做这件事情 今天你看 James Bond电影 你觉得 你会不舒服吗 我叫你剪 James Bond 你一定剪得很过瘾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要技巧 要有聪明地 去做这件事情 那如果你说 你今天 你在拍一个 殡葬业的故事 很感人 那你就会拍到 殡葬业的一些品牌 是 如果你今天 讲的是美容 你就会有些 美容的品牌 就很自然 但是你有些时候 是这样子 是因为 你本来你的故事 跟这些产品 没有什么结合的机会 是 然后你又不去 花一点心思 在剧情上面 去构思好了 你就硬硬 这样塞进来 那你就会有这个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点 就是说 产品植入这件事情 然后 有一些商家 就很明信说 一定要在画面上面 看到他们产品 他就觉得有那个效应 他不知道 有时候是反效果 然后 但是 如果你说 拿James Bond 来的话 来做例子的话 那他又是一个 很正面的一个例子 他产品有非常 hard sell的感觉 对 而且他是很顺着 他本来就是 就是在炫耀那件事情 所以你的产品 放进来炫耀是对的 配合到的 但是如果我们的焦点 不在这里 你又要我 highlight你那个东西 所以他才产生 那种不协调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最主要还是那个 当然很多时候 就是一个成本的问题 就实践成本的问题 人手的问题 而且有一些产品 是太晚 last minute才进来 已经没有时间去调整 然后你就是这样子 直入 我觉得是各方面 也不单纯是商家 或者是那个marketing team 或者是创作team的问题 我觉得是 那个协调的问题 就大家如果遇到 这种情况 我们要怎么去 尽力地把它做好来 而不是这样子塞进去 那这样的时候 当然就是 编剧有这样的帮忙吗 帮得上忙吗 在这方面 我觉得编剧可以参与 但是也不是完全是编剧的责任了 对 因为编剧是先把整个故事讲好 然后编剧有一个便利 就是它最清楚整个故事 然后它就可以帮忙 看看哪一个位置 是比较适合的 但是你要看什么阶段 如果正好是正在 doc queue的阶段 这个东西是可以顺便doc的 但是如果你整个东西 弄好之后才来加进去 然后我觉得这个 你们真的要assign 其实应该是marketing的人来做 marketing的人要对自己的产品 而理解 你才会找一个商品进来 基本上通常问题出在 他们没有理解 你这个故事在讲什么 什么东西 适合什么东西 他一看到有人要给钱 他就快点拉进来 然后他也不知道 里面的剧情发生什么 所以才产生这个问题 所以最后的工作 就推给导演 导演就摆忙 他没有时间想 他也随便 然后到最后剪的人 就看得很碍一眼 所以这个问题 就推来推去 这个问题 如果有真正的 好好的把它做完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问题 赞同 其实你刚才问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大概 我知道你在问我什么 你说那个电影跟电视 怎么赚钱这件事情 其实电视 电视其实你在电视台播 然后他如果他受欢迎的话 他的广告进来就多 他们是从这里赚到钱的 电视台 电视台的广告 对 然后但是那个戏 收视率高跟低 其实基本上跟我们的制作 team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因为反正我们的 就这样多 我们做出了一个产品 后来他卖的很多 那是电视台在赚 电影的话 就是我们用这个预算 做了一个这样的电影 我们估计这样子 这个东西出来 会吸引到多少的票房 进来多少观众来看 可是这个东西又不是100% 你明白为是吗 所以你进去了 那个入座率太低 什么这样子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没有了 拉下来了 然后这个就是你的结果 你就是要直接去面对的 通常他们都会 卖去给Netflix 还是卖给谁 来收回一些资金 那个是后来的 那个是第二层的value 其实电影 它本来它的特性 它本来就是靠票房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电影票房 它的分层大概是怎么样 就是制作方 还是investor 还是跟院线 我不知道它那个票房 收到来之后 是要怎么分层 一般上我们是这样来算 就是你的票房多少 我们就起码有一半 是院线会分去 其实这个是笼统的讲法 因为它每一个礼拜 分就不一样 第一个礼拜是50% 第二个礼拜60% 第三个礼拜70% 我们是拿的越来越少 但是可能有一些细节 每一个案例 可能有一些不同 我不知道 它是每一个院线 都是固定这样的收入 还是某一件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 做电影的时候 我们是以这个做一个标准 像那个tax呢 政府筹税的 所以如果是一个票房 我现在 如果我的票房是100万 那其实我们投资方 这里会拿到的 就三分之一来 因为一半是院线去了 而剩下的20% 就是那些费用 包括你 宣传费那些吗 不算 不算在里面 你text 你要扣在那个text text dcp 然后dcp sert 那些东西 电检的那些费用 然后大概预约20% 那个也要20% 然后你海报 那些宣传海报 是在这个费用里面 然后你说的宣传 因为宣传很大块 可能是有跑站台 去每一个戏院 就包括了很多的交通什么的 那个不算在里面 那个是另外 但是你说海报 这些东西算在 我刚才讲了 一般上我们是这样子算 所以你50%你扣掉 给院线 你20%给这些零碎碎的费用 然后你只能拿到30% 这样子来算 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统 大方向 一个大方向这样的算法 所以大家要支持本地电影 各位观众 我觉得那部戏不好看 可以不支持 我是OK的 因为我不想要有太多 有烂片可以生存的空间 你烂片有生存的空间 那就压低我们这些 在认真做电影的人 是有点不负责任 不能用感情绑架 道德绑架 我觉得不需要道德绑架 如果你喜欢 这部电影 然后我觉得你可以 再宣传 让大部分的人 一起进去戏院 去跟你一起欣赏 这部电影 而不是盲目的去 支持本地电影 好像在 真的是让我觉得 道德绑架别人 而且我不觉得 他们会喜欢这种动作 但是我觉得配合讲的 也是对的 我是希望观众会 关注本地的好电影 特别去支持这个东西 因为毕竟有时候好电影 没有被关注到 那也是很悲惨的事情 非常 再分享一个东西 就是我之前剪电影的时候 我常常在海报上面看到的那些名字 通常没有 比较多没有放上 剪接这个名字在里面 是吗 我看到的很多 马来电影 还是中文电影 都不会放上这个名字 我不知道为什么 在我的认知里面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剪接是在整个电影创作里面 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为什么颁奖典礼 都有最佳剪接 它可能还有更小 它没有办法这么多讲 但是剪接已经是在里面 而且剪接是在 含金量最高的奖项的部分 最佳电影 最佳导演 最佳剪接 最佳剧本 最佳美术 这些都是 所以我还是觉得 为什么这么奇怪 地位很重 但是对有些人 觉得剪接是一个不重要的 不可能 我觉得有这种想法的人 通常我看了 不专业 蛮多的 不专业 至少20% 尤其是电影 电影的剪接 是可以把一部拍坏的电影 救活的 你说它这么重要 它怎么可以没有地位呢 你再开另外一个节目 来讲这个 OK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两位的分享 好 我们下期再来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